人际交往是永恒的课题,这里面有非常多的学问值得我们去钻研,去学习,相信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成为人缘好的人,都不希望自己被人瞧不起,重盘清理。 那么,如果想要获得好人缘,有这么几件事,一定要少做,甚至不做,只有这样,才可以积攒人品,获得大家的认可。 你做过几件读国学经典,误人生智慧,欢迎订阅大道无形。 爱贪便宜,以权谋私。 网友小丽曾经分享过这么一件事情,她之前工作过的公司有位领导,特别爱占便宜,而且总是以权谋私。 打着公司的旗号给自己谋福利,有一次办会议,其他部门参会的某同事不小心遗漏了一个钱包, 这个领导当着他们部门人的面把钱包拿起来,将里面的现金搜刮一空, 然后把空钱包丢到了原地,还勒令他们不许把这件事情说出去,否则就要扣他们奖金。 还有一次,也是办会议,这个领导借着聚餐充会员卡的机会,在水果店直接充了两千块钱, 却只给大家买了五百块的水果,剩下的钱,全都用来支付他的私人水果大餐,种种作为数不胜数,令人不齿。 最后也是因为他做得太过分,只包不住火,被公司老总知道了, 这个爱贪便宜的领导终于被开除了,占人便宜,中饱私囊的人道德底线很低, 他们为了钱什么都做得出来,人品低劣,没有人愿意和其来往。 总是抱怨和诉苦 人生多苦难,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艰难,但理解彼此之间的痛苦是一回事,听人抱怨就是另一回事了。 抱怨,本质上是负面情绪的宣泄,但在这个人人压力大的时代,没有谁有义务一定要成为你的情绪垃圾桶, 如果总是在别人面前抱怨,只会让人觉得你是一个情绪怪兽, 无时无刻不在,侵犯别人快乐的领土,时间久了,为了能保持快乐, 身边的人自然就会选择拉开距离,要知道,抱怨并不能改变现状, 却会让痛苦蔓延,而出于人性本能,大家都会远离痛苦,拥抱快乐, 所以,不想被别人疏远,看不起,就要减少抱怨。 主动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缺乏担当,有担当的人,遇到困难不会逃避, 他们会勇于承担责任,主动思考破解问题的办法, 他们经得住任何考验,会带领大家继续前行。 2020年日本奥运会,中国南兰在预赛阶段输给了波兰南兰, 因此,吴远本届奥运会,针对此事,网上骂声一片, 媒体也有针对性地采访了时任南兰协会主席姚明。 姚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此次没能禁军奥运会,我承担全部南兰的责任, 我们会继续努力,争取下一次机会。 姚明的担当,感动了中国南兰全体教练和运动员, 教练及队员们一致表示,一定全力投入训练, 争取下届奥运会重新拿回入场券。 有担当的人,他们积极主动地工作态度, 会让家人踏实,让领导放心,让身边的人有安全感。 没有担当的人,于是只是把头往旁边一拧, 假装没听见,没看见,把责任往旁人身上推卸, 自己扬装无辜的样子。 没有担当的人,只会在浑浑噩噩中, 成事不足,败事有欲。 以自我为中心,在熟悉的领域, 人往往会充满倾诉欲和表达欲, 于是,在大说特说的过程中, 就很容易忽视周围人的感受。 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行为, 会让人感受到不被尊重, 从而影响别人对自己的观感。 民国才女萧红,出生在一个封建大家庭。 父亲从来不在乎萧红的想法, 和朋友说好了,会嫁个女儿过去, 就直接给萧红下命令。 结果自然是招致了萧红的反感, 宁可离家出走, 也绝不接受父亲的安排, 后期几乎跟家族决裂, 再也没有回去。 一个人,越是以自我为中心, 就越难得到身边人的认可, 而得不到认可的人, 注定是无法融入集体的。 只有学会换位思考,理解别人的难处, 才能收获尊重和友谊。 乱说话, 人的话是有力量的, 一个人的话语要么打动人心, 要么伤人的心灵, 在社交场合中。 如果你总是说出不当的言论, 或者妄加猜测别人的私生活等话题, 势必会引起别人的反感, 这很可能会让人觉得你是一个没有教养和不择手段的人, 在社交场合中, 我们应该慎重倾听别人说话, 虚心学习别人的经验和想法。 同时, 也不要轻易发表自己的观点或指责别人, 更不应该随便议论别人的私人生活和隐私, 在社交交际中, 要尊重别人的人格尊严, 不要妄加指责和攻击, 社交场合中的交流并不只是交换一些表面信息的简单互动, 更多的是, 建立起一种真诚友好的互相理解和尊重。 在社交场合中, 我们要保持谦虚, 礼貌, 不要过度夸大自己, 更不要乱说话, 希望大家能够在社交场合中表现出自己的好品质, 更好地处理与他人的交往, 平和, 有爱的交流会使我们更容易得到别人的认可, 并建立更优秀, 真诚的人际关系。 经常说谎, 马克图文曾说, 说谎是一种病, 它会让你越来越难以控制, 说谎是一个人最容易犯的错误之一, 也是最令人无法接受的事情之一, 人们都喜欢和真诚的人交往, 而不是和一个说谎的人交往。 在我们的生活中, 有无数的例子证明了说谎的危害性, 你向老板撒谎, 把本没有完成的工作说成已经完成, 你早晚会被揭穿, 从而失去老板的信任, 并有可能因此丢了工作, 你向朋友撒谎, 颠倒一个事件的真相, 最终你会被朋友发现, 失去他的信任, 说谎是一件很败人员的事情, 即使对方很有格局, 很大度, 没有当面戳穿你的谎言, 但是你从此不被别人信任, 也从此丢了很多机会, 所以做人要真诚和正直, 多个朋友多条路, 多个机会多一种选择, 人生之路才能越走越宽。 总是挑剔, 挑剔是一个非常讨人厌的东西, 这不仅会让你的同事或朋友感到不舒服和被排斥, 还可能严重影响你的工作和社交关系, 多数情况下, 人们不会跟一个爱挑剔的人合作或交往, 因为这会让他们感觉到压力和不自在, 如果你能避免这种行为, 你就可以成为一个更受欢迎的人。 在实际生活中, 人际关系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你能遵循这些基本原则, 避免那些会败坏人员的行为, 你就可以成为一个更有影响力和更成功的人, 这需要我们改掉一些坏习惯。 把良好的习惯养成一种自然行为, 与此同时, 我们还需要拥有一颗善良, 谦虚和宽容的心态, 这样才能完完全全地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不尊重别人的时间。 有句话说得好, 时间是最有价值的财富, 因为我们永远无法赚到更多的时间, 每个人的时间都是宝贵并有限的, 所以大家都在高效地做事, 希望事半功倍, 节约时间不尊重别人时间的人, 令人感到烦躁和沮丧, 你约了朋友见面, 但却迟到了, 这样的行为会令朋友不满, 你对有人的时间不敬畏, 就是对朋友的不尊重。 尊重别人时间的人, 也一定会得到别人的尊重, 朋友会认为你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从而更加地亲近和信任你, 想要成为一个优秀且受欢迎的人, 需要从点滴细节做起, 尊重别人的时间, 不挑剔别人的缺点, 保持真诚和正直, 规范自己的行为, 让自己的生活因良好的行为, 规范而有更多的可能性和更宽广的道路。 人品不端, 人品好不好, 决定了你的人脉价值, 决定了你是否受人尊敬, 人生最宝贵的财富在于扎实的人品。 任何时候, 它都是历史之本, 人品好的人, 身边会迎来更多可靠踏实的人, 人品不端的人, 只会让人瞧不起, 令人嗤之以鼻, 避之唯恐不及, 人在做, 天在看, 人品不端的人, 走到哪里都没有人缘, 没有市场, 处处受阻, 很难成事, 好人品走到哪里, 都是一张闪闪发光的名片, 自然就积累起自己的人缘人脉。 人生在世, 我们会遇到各色人等, 每个人会因为不同的言行举止, 拥有不同的人际关系, 有的人, 因为良好的行为举止, 赢得了好人员, 拥有了通达的人际关系, 有的人, 因为不端的道德品行, 被他人疏远, 发生关系障碍,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规范好自己的行为举止和道德品行, 妥善处理好人际关系, 拥有好人员, 让自己的生活因良好的人际关系, 而有更多的可能性和更宽广的道路, 读国学经典, 误人生智慧。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